旧金山市議會以8比1的投票結果通過了這一立法 明確禁止市政機構和執法部門使用臉部識別技術 令旧金山成為全美第一個禁止此類監控技術的城市 該經令還規定 包括商業行為 如果採用人臉識別技術 需獲得市議會的批准 左派民權組織美國公民自由聯盟是該法案的支持團體之一 他們指出即使該技術日趨精確 但也會對民眾隱私等權利造成嚴重威脅 該機構以亞馬遜的人臉識別技術為例 掃描國會所有眾議員的頭像 結果有28人發生識別錯誤 因此質疑該技術的可靠性 並指出如果執法部門使用這一技術 沒有違法的人可能會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成為警方監控的對象 但本地的民眾則擔心禁止面部識別技術 將削弱警方打擊犯罪的力量 舊金山最近幾年因砸車窗盜竊和財產犯罪高發而執名 一個名為禁止舊金山犯罪的組織 呼籲市府不要過於限制 希望警方能在進行犯罪調查時 仍能採納居民自家的監控錄像 新唐人記者林肖仁綜合報導